叫我香蕉 外面是黄的黄人 然后里面是白人的想法 大家好 我叫嘉宏 英文名叫做阿比 我来自英国 我今年21岁 给我们训练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嘉勇 英文名叫阿比 来自英国今年21岁 给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用广东话给我们介绍 然后又说来看英国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中国出生的 然后很小的时候 就移民去英国 Liverpool 我是在中国广东出生 然后可以说粤语 然后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我选了商业管理和汉语 学习汉语的原因 就是在英国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简单的汉语 然后很多都会选择 汉语这个专业 然后我觉得 作为一个中国人 如果我的汉语 比外国人的汉语怕的话 我觉得有点丢脸 在英国生活 就是大部分在家里都是 跟父母说中文 然后吃饭的食物都是中国菜 和我吃一下英国的菜 我生活环境都是跟英国朋友 就是很少跟中国人接触 就是在小学中学高学都是跟英国人一起玩 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才认识一些中国的朋友 在英国人问我是什么人 我会说自己是英国人 在中国我会说是华语 不会说是中国人 你周围的在英国的朋友 他们怎么来看待 他们就不会说 因为我是中国人 不会跟我交往 就是他们很大方 就是很接受我 有些最好的朋友都会叫我香蕉 就是这个称呼 因为先叫外面是黄色黄人 然后里面是白 就是有白人的想法 一开始说我不明白 然后他解释了给我听 我说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但是我不介意他们这样跟我说 因为我觉得有点对 有点对 可能他们会想着 我们中国人在英国可能是外国人 但是我来到中国 我觉得我是外国人 但是在英国我不会说我是外国人 因为我是有英国的护照 英国的国地 来到中国之后 我以为人家会看出来我是中国人 但是在上课的时候 旁边有些韩国人 然后他一开始就跟我说韩语 可能他以为我是韩国人 就跟我说一些韩语 但是我不懂 然后他就很吃惊 他以为我是韩国人 去韩国旅游的时候 很多也以为我是韩国人 或者去泰国也以为我是泰国人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 在英国有没有去关注一些 关于中国的一些新闻 会不会去关注 很少因为我比较对英国 或者外国那边的新闻 或者消息比较多 那在家里边呢 就家里边就父母这些 会不会去看一些留意一下 可能他还他们还会去看中国的新闻 留意中国发生什么事 他们还是有中国那方面的交流 那你现在在英国是哪些人生活在一起 妈妈爸爸弟弟还有我奶奶 那你奶奶的话 他会不会在那边就对国内的事情比较关心 或者比较关注 我奶奶也会看中国的电视还有新闻 因为毕竟他也是比较老 然后英语也不是很好 就是会就是留在家里 或者跟他的中国朋友聊天 他去了英国之后 当然很想念中国的生活 所以他在家里都是 吃的东西也是中国的 就是他不习惯吃英国或者西方的食物 但是他现在有一点西方的 就是他每天都要喝英国茶 红茶就是每天都要喝两三杯 他也很少回中国 因为毕竟他现在年纪比较老 然后很辛苦 坐很长的飞机 所以他也很想念他的家人 他会不会给你讲一些 就是以前他在中国经历过的事情 我很少跟他聊天 对你有什么中国的那种教育 中国式的 他也不会很讲 就我们继续有中国的传统 那你弟弟呢 他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他是三岁两岁的时候去 所以对中国文化理解都一点都不懂 然后他中文也不会说 只会说我们广东的翻译 他就真正是一个英国人 就是他没有什么中国传统的 你们在家里边就交流的话 最多最常用的是什么 我和父母是用粤语交流 我和弟弟是英语 那他们会用普通话交流吗 他们普通话不懂 他们不会说 那在利物浦 你们周围的就是华人多吗 华人比较都是广东的那边 就是说广东话比较多 很少说普通话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同一个家乡的 看更多精彩海外的视频 请关注留学的真相 成功举老学生的赞赏 拜拜